那我們看完天地、壁、廚位、設備這些之後 那如果再發現這些設備它有問題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拿那個膠帶去切它一下 告訴那個鑑上來被說有 我們當然要做一個標示 然後再做一個紀錄這樣 那標示的話通常是建議拿去買那個所謂紫膠帶 上面需要標記什麼東西嗎 如果願意當然你可以把它寫上去 說你看到什麼問題 你貼上去以後然後接下來你就可以拍照錄 我的管線就是剛剛講的電力、弱電、消防、給水、不排水 排水的話可能就是說浴室、地板你放水然後看它排順不順 當然如果可以你也可以把這個地板的這個蓋子把它卸下來打開 然後拿強光手鍊桶往下照一下 看看底部有沒有一些水能炸 那消防呢我是要拿著打火出去燒那個 消防要檢查 很認真的在測試耶 消防探測器其實是有分的 因為一般我們住家裡面會用到的探測器大概有幾種 一個瓦斯探測器 那你用打火機的這個瓦斯去測它是可以 像在廚房呢你用的探測器就不可以用蒸煙室 要不然阿嬤來大火一開始燒煙就開始叫了 廚房一般來講要用定溫室 定溫室就是說它達到一定溫度它才叫 其實正常在請使用指導之前都會有專業的消防人員 他們會做檢測 然後再來像這個排水 一般來講我們的排水是在樓下 所以我們在檢查的時候是這樣 我們如果樓上跟樓下格局是一樣 那我就檢查天花板上面的 我把它當成是我們家 我們就姑且相信說你配管方式是一樣的 然後如果會發生什麼問題 從你的配管方式可以去做一個判斷 那你正要看你這樣的話要到樓下 那所以而且正常來講 正常管路如果格局一樣的話長的都會是一樣的 那但是如果今天格局是不一樣的時候 管路可能長的位置也不太一樣 所以變成這個東西就可能需要再認真去對一下 那個刀子管線圖或什麼之類的 那因為其實大家就是自己想要去燕屋阿 除了我們設備阿然後這些管線之外 我們其實也可以準備像這樣子的燕屋清單有沒有 是不是就其實就可以這樣一項一項打勾 確認說自己都有驗到 當然我們在去之前一定要先記在腦袋裡面說哪些項目有驗 到時候可以double check 避免我們忘記 天地牆 剛剛講的衛浴設備還有數據設備這些都檢查 當然不要忘了五大管線 因為五大管線就像這個人的血管阿這些 這些筋脈 他如果有問題的話這個人將來一定就不健康 那除了這以外 要離開我們家大門有幾個東西要檢查不要忘了 首先第一個你的停車位 停車位一定要去量一下尺寸 然後量尺寸一般來講會忽略一個東西就是它的高度 法令規定停車空間的高度不可以定1-1 對 所以你不要只量格子 還有記得高度也可以量 對 再來還有什麼東西是在你家大門外要檢查 就是上屋頂去看你的水表 看水表在哪裡有沒有裝好 然後第二個就是沒有裝好再滴水 所以你就一直在付一些水費 然後再來如果你是樓層比較高的 你可能要有加壓馬達 那你就要測試一下加壓馬達 能不能正常作動 能不能生鏽啊 招應會不會太大啊 諸如此類的 大概是這些項目 而且我要提醒一件事情是 燕屋其實是一個過程 如果你太拘泥於它的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反而會沒辦法讓自己 睡也睡不好睡也睡不好 睡也睡不好就要住房子物品那麼多 那因為其實新房子一直有的好處是 我剛剛前面有講過文件保固這件事情 當你住進來一個月兩對三對 你發現有些狀況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一些保固的維修單 去讓健身公司的公務部 去幫你協助處理後續的東西 我覺得這還是真的買房子的一個觀念 尤其是來幫你燕屋的這些 可能公務部的夥伴或什麼之類 你跟它維持越好 不然它其實跟你會越好